屠山上的苦情术 借天地灵气 感知时间真情驻妖族结缘 情侣相爱产生的情力 则反补滋养苦情术 以此循环 生生不息 七百年前 屠山当家时机 为称霸六欲 带领胡族大举进犯人族 人族在一气蒙的带领下 奋力抵抗 战火绵延三百年 两族死伤无数 直至屠山红红现身 站到了时机面前 劝他收手 屠山红红 难道你要背叛我 我要护住屠山 人与妖 不能再这么无消耻地站下去了 屠山红红打败时机 成为新任当家 带领住两个狐妖妹妹 管理胡族 退出人妖纷争 并立下规矩 人族不得踏足屠山 厌过拔盟 受走流平 我的规矩 懂 懂懂 人族的东方家统一 除妖联盟一气盟 以其血缘传承的灭妖神火威震八方 二十年前 屠山红红救下东方家 秦兰的幼子月初 将他与秦兰的契约 转入懵懂的月初体内 月初不知道 从此 屠山将与他以庇护 但若屠山需要 他一身的灵血需得献祭给苦情术 只因苦情术一旦遭到 至阴暗黑之力侵蚀 唯有致阳的东方灵血方能彻底解惑 东方月初成了在屠山长大的唯一人族 屠山红红给东方月初用了天地一线 从此不管他在哪里 他都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他 时光荏苒 长大后的月初修为大大提高 与红红之间也变得越发亲近 除非你像小时候那样偷偷溜出去 被我抓回来 否则天地一线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日负责屠山妖族市集收账的 狼妖横死山林 凶手却是为打探月初踪迹而来 月初意外得知狼妖死讯 主动要求替代狼妖下山收账 红红净破天荒 准月初下山收账 原来 红红之所以准许月初下山 事件惊人奉以洞察月初踪迹 虽将记就记以他为耳 揪出暗散屠山的幕后黑手 那股力量 果然又加强了 神火山庄的庄主金人凤 多年来费尽心思寻找东方月初 为了他身上的灵血 狼妖就是神火山庄弟子复成所杀 雅雅救下被人族毁容的白狐 为其取名过过 月初则盘算着新计划 借收账想找虎鹤双仙 替父母报仇 红红洞察他是想报仇 但想借他引出金人凤 月初自请前往人族追战 月初离开后 红红与不醉 也计划暗中前往人族 抓金人凤 一直以来 红红能够感觉到有一股暗黑之力 在侵蚀苦情术 近来竟引有失控之态 怀疑有人想重仙人 腰纷争 傅奎抓了虎仙和鹤仙 路上却遇到了屠山长老 傅奎被长老轻松解决 虎仙鹤仙二人健壮逃跑 被长老抓了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